這個Science of Exercise 就是這個 原來是我上年 上年二一年 不是上年了 是二一年讀完 那看回呢 它總共有四個味道 那 真是很多東西讀的 那它這裏呢 你看看它第三呢 就講些卡奧利和氧氣的關係 ATP ATP其實是我們細胞的一個能量單位作 和肌肉的運作 跟著講一些Metabolism 那包括這個碳水化合物 脂肪啊 蛋白質啊 在運動上那時候的消耗 跟著你看見Vit1呢 它有些assessment 有些reading要你看 那每一個Vit都有個quiz的 好像這個呢 要做15題 那 你要pass了呢 你才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過關 還有呢 你每次只可以呢 即是如果你做完一次呢 你可以 不合格你可以再attempt 不過不是要隔8個小時 看看第二個Vit先 那第二個Vit呢 就講這個 骨落的肌肉 結構啊 還有跟著呼吸系統啊 心 心臟系統 cardiovascular system 很多東西講的 它講心臟那裏 我特別記得呢 那它 即是心律啊 心血管啊 那些運動的關係 跟著有個endocrine system 即是那個內分泌系統 第七那個免疫系統 那又是要 要個quiz啦 跟著 Vit3呢 就是 你見我take呢 即是代表我已經讀完的 那我可以再看那些 那其實全部都是video video video 這樣 那是真人教的 那好像第三個星期就 這個adaptation to endurance training 就是說 其實 對於運動的那個內受性 即是你習慣了某個能 即是 那個 那個 那個程度的運動之後呢 你adaptation了之後呢 你就會可以keep住 那你要再進步 你又要再 再 再強化那個訓練 那好像呢 aptation to strength training 跟著 這裡就說 nutritional的東西 哇 很多東西學的 就是營養學的那些 那裡有解釋 經常說肌肉痛 其實它這裡說很多肌肉痛的原因呢 未必是坊間所說的那些什麼什麼乳酸積聚啊 之類的那些 所謂DOM 就是營養肌肉酸痛那些 它有 解釋得好 什麼 muscle soreness 跟著 連一些 performance 那些 提升 運動表現的那些drug呢 它也有說 那當然它有說一些合法的 和不合法的那些 就是好像那些類固醇那些 那些 那 第四個 我覺得應該是比較簡單的那些 那它是 很說服你呢 就是 運動的好處 就是它第一個topic已經說 exercise is medicine 對啦 跟著是 Wage control的好處 還有那個 就是 Risk faster for heart diseases 就是說如果你 你 保持著運動 對那個 心臟 的疾病 有些什麼 危機 風險呢 看完之後 你就會評估自己 那個 那個情況 然後去做 適當的運動 跟著又說 糖尿病 癌症 那個關係 那它有很多的research 好update 的research 就是講一些 研究 它運動和這些 剛才我講的幾種病 心臟病 有什麼關係 那 好啦 那你讀完 做完 然後就有 證書 那張證書 就 就這張 不對 剛才按了 對了 OK 鼓勵大家讀